我们现在再重新过一遍 他们美国的情况 他并没有完全存在历史 美国现在大量的20世纪之后的 21世纪的调查都显示 荒野的人群 包括荒野的俱乐部 比较于六七十年代 已经成几何技术增长了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自己在过去两三年 一直在做荒野的研究 马教授是我的受访者 我一共访问过30多对夫妻 那么这30多对夫妻 但他们都是志愿受访者 他们的层次都非常高 中产阶级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 当然他自己有这种公义意识 希望社会了解 他们真实的声音 等一下 所以现在广告之间 让大家别紧张 你别 不管你是换妻换妇 你别换财 待会回到现场当中 我们来好好想一下这一段 不要随便的就断章取义 待会我们来看看两个做补充 休息片给回到不行 大家一回一起谈见 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 用主流的道德去打击赏人道德 就是一种性的道德霸权主义 换完以后再回自己家里面去发生关系 那是违反道德的 违反婚姻法的 他可能在生活中 偶尔就会喜欢对某个人有好感呀 或者什么 那不就是劈腿了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那互换配偶换妻叫忠诚吗 很忠诚 什么叫忠诚 忠诚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谋定而后动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名牌 好空调格力造 当身处全球最大的高尔夫球胜地 你期望得到什么 自我的挑战 无尽的机遇 征服的满足感 汇聚国际锦标级球场 世界级休闲设施 观蓝湖超乎所想 金龙鱼凤凤凰剧场 隐藏的罪行 终究藏不住 都是富豪做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我错了 偏偏逃怕 又惹上桃色风波 我怕你 你怕你死掉 我怕你不错 夫妻关系陷入危机 我要带他搬出去 陶家最黑暗的时刻 该怎么面对 光阴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 凤凰被去装完台 欢迎回到一虎一栏的现场 欢迎我这个行为 师傅已经真的触及到 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 是要用容忍的态度吗 还是我们的社会道德 已经快没救了 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嘉宾 在我右手边的是 独立的学者 邱峰来到现场 欢迎邱峰 旁边的一位 她是夫妻交友网的 创办人之一 一支独秀 欢迎一支独秀 好 来 首先 秋风受不了了 在广告期间当中 我们刚刚一桌出这个预告说 刚刚有一个调查 是包括李英和 还包括方刚都这么说的 你听到他之后 已经受不了 冲到我们现场 来 表达你的看法 请说 我觉得可能这个调查 会有一些问题 每个调查都有问题 其实他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他受访的 就他访问的群体 可能都是具有某种倾向 对 那么他最后得出的调查结果 就会有某种倾向 但事实上可能会有大量的 其他的不愿意接受访问的群体 那么他们是另一个倾向 就是说这样一个调查结果 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在整个过程 到底有人讲说 像这个幻偶的行为来讲 它并不是触及到社会道德的底线 它并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您看看吧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且我刚才我听了几位的发言 我有两个困惑 我第一个困惑 对 第一个困惑是说 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很坚定的 对 你很喜欢讲自由 自由 对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可能李老师的文章里面 好多都谈到这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成年人 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的 大部分很多都这样看法的 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来支配 我自己的身体 大部分听到很多论调 况且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你个人觉得 包括刚才讲的美国性革命 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权力的论证 是吧 那么从我自己理解的 这个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讲 我基本上是不承认 有这样一个权利 不承认 理由 理由是 其实所有的权力 大概都是跟道德有关系的 或者说 简单的说 其实权力是从道德推导出来的 是先有道德 然后才有权力 比如我们希望人有尊严 我们希望尊严是一个道德的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叫人身自由 是吧 或者我们有政治上的权利 然后我们再希望有获得福利的权利等等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如换我的权利 我有点疑惑 你有点疑惑 我刚才说我是有两重困惑 我还有第二个困惑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用刑法来惩罚他 我是有一个疑惑的 也许用一个地方的风化条例等等之类的 这样一个更为灵活的方式来规范他 可能更合理一些 我觉得邱峰先生 我基本上认为他是一个伪自由主义者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首先你在谈自由的时候 联合国有N多个文件来论述 性就是一种权利 你在论述权利的时候 有N多个文件捍卫性的权利 另外在你谈道德的时候 你还仍然在以主流的道德 打压少数人的道德 我觉得道德观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用主流的道德 去打击少数人的道德 就是一种性的道德霸权主义 或者说是一种性的法西斯主义 每个人有自己的道德 我们社会应该尊重所有人的道德 只要你的道德不伤害别人的道德 或者不伤害到别人自己自身的选择就可以 就说他换我没有伤害到我自身的选择 比如我不换都没有伤害到我 他顶多伤害我的道德价值观了 但是跟我没有关系 那他自己的事就 来林德老师来补充 你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 这个事情跟道德无关的是不是 你觉得这根本不是牵涉到 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应当说是一些人的一种比较特别的性口味吧 或者是因为我们搞性学现在有一个理论 就是要讲究这个性的平等 就是平等论 这个平等论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人的性行为分化等 比如说异性恋是第一等 同性恋是第二等 然后虐恋是第三等 换偶是第四等 不可以的 就是人们的他自己自愿的 就是他自己获得快感的这种方式 完全都是平等的 不 我现在网络上有一个问题想特别请教你 有人在问你说 如果像你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不是完全的全然的性自由 他是没有任何在性自由的角度来讲 没有所谓的性贩乱性的底线说法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他还是有几个底线的原则 就是第一就是自愿 就是一定要自愿 强迫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强奸右奸 这个侮辱妇女 这都是我们刑法要惩罚的 对吧 现在在刑法条文里 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一个隐私的场所 他在公园里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有一个同事 他到了美国 然后他觉得美国很自由 然后他就和他的妻子在公园里做爱 结果就被警察带走了 是吧 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在公开的场所 在一个隐私的场所 然后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成年人之间 我觉得如果符合这三个原则的话 就 就底线就够了 好 敏光 如果说正常的换妻之后 两队配偶之间换 换完以后再回自己家里面去发生关系 那是违反道德的 违反婚姻法的 违反民法通则当中的 公序良俗的 但是他不逐犯刑律 问题是我们该案 他是聚众的这样换妻 三对四对五对在一起 聚众 就构成了刑法当中的这个 聚众淫乱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犯罪构成 刚才我们很多嘉宾谈到叫公序良俗 什么叫公序良俗 我们国家的民法通则没有具体的解释 但是在国外的立法解释里面 比如说法国民法典 他解释的有两点 第一点 比如说为那些这个开机院的人 为那些卖营的人提供场所 提供场所 那么他就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另外一个是为那些不到